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你知道有些年轻人因为长期慢性的劳损 过度的使用也会让他的颈椎提早的退化 照理说年轻人应该比较不会不容易有颈椎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不保养的话 长期熬夜或长期你的重力负荷都是用在你的颈椎上的话 那不给休息 那久了之后你也容易诱发颈椎 并不要想说我年轻没有关系 不是的 所以中医有五劳七伤的说法 所以一定要注重颈椎的保养 那还有就是提醒大家 就是女孩子要少吃深冷的食物 那多穿一些衣服 不要穿戴过少 比较暴露的这种衣服的话 都容易让风寒失血趁虚而入 让我们的阳气就会比较损伤 那久而久之 因为风寒失血进来之后 肌肉会筋软嘛 小血管会收缩 那么组织呢 循环的障碍呢 就会发生 那么当然就容易引起颈椎这边不舒服 所以我们才提醒大家 围巾披肩呢 可以的话 尽量都随身带着 那还有就是 有些人他可能 坐车 我们上次忘记跟大家提醒的 坐车呢 坐长途啊 他久了之后啊 会打盾对不对 啊这个头这样摇啊摇的 其实这个打久了 颈椎也是很受伤的哦 所以最好呢 如果你要搭长途的车 就准备一个垫子 让我们的头呢可以靠着 这样子呢 我们颈椎比较不容易受损哦 那另外就是营养的部分 上次跟大家提过 可以常吃一些比较补肾气的食物 营养不良啦 这个肾气不足啦 当然我们这个骨头呢 就容易虚损 那还有很重要一点 今天要跟大家特别提醒 就是心情的部分 其实有做一些研究就发现呢 心情比较抑郁的呢 他的这个颈椎啊 这个气质啊血淤啊 循环会变比较差 那么也比较容易啊 颈椎呢容易发生问题或 发生颈椎病呢 恢复的会比较慢 尤其有些人很紧张 很紧张的话 肌肉就会紧绷 所以我们说啊 很多的这个气情呢 就我们的情绪的调节呢 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颈椎病其实除了脖子酸痛之外 还常常出现有的像头晕啦耳鸣啦 胸闷啦耳心啦呕吐啦 还会四肢麻木啊 走路好像在飘这样子啊 这个时候呢就比较严重的情况 是一定呢就要赶快到医院啊 去做一个检查啊 所以有心慌慌眼花头晕的时候啊 不要只想到心脏病啊 呃那个颈椎如果合并有不舒服的情况的 还也是要去检查一下颈椎哦 那么另外呢啊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啊上次跟大家提过就是说啊有可以用一些药物哦 来做一个热敷吧 那像是哪一些药物呢 啊我们有一些中药啊 你就把它可以煮一煮啊做热敷的啊或熏洗的 一般可能家里面不见得有这样的呃机器呢 那可能有一些中医诊所啊应该会有啊 那一般我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有一些比较常用的 像啊草屋啦员呼索啦生金草啦透骨草啦 啊乳香啦木药啦柜枝啊红花等等的毒活啊 这些啊具有撞筋骨去风湿疏通经络活血化育的这个疗效的 那么医师呢他会针对个人呢是情况的来使用 可以帮忙您作为热敷啦或者是熏洗啊 那因为这一类颈椎的疾病往往都是40岁以上的中脑年人比较多哈 但是呢以往是这样子 不过现在呢我们呃因为手机还有电脑泛滥的关系 3C产品的这个影响了很多的这个颈椎疾病呢 年龄层都下降了像我也遇过三四十岁的 那他的工作呢就是工程师每天呢都必须看电脑压力非常大 手机也不离手那当然呢还不到四五十岁 颈椎呢就已经开始退化了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当然除了你可能平常保养之外 不行的话我们就会按摩甚至呢找医生可以帮您热敷一下 再不行呢就要去做一些复健 甚至呢严重的还要去吃到一些止痛药 那当然是不希望是如此啦 所以平时的保健还是要提醒大家才是最重要的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呢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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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